孔子三分鐘 否則越來越嚴重 含父母於不義 因為這個 其實瑜伽是很講 凡事是由開頭的時候 就要小心 其實中庸講瑜伽的十六字心傳 人心為危,道心為味,為精為一,允執決衷 這個叫做瑜伽十六字最高身法 有聽過嗎?人心為危,道心為味 一定是由最輕微的東西開始 為精為一,是靠精, focus,集中 允執決衷,然後用中庸之道理解決 這個就是所謂瑜伽的十六字真傳 是最高的哲學道理 Anyway,這個太複雜了 但是他說其實後面也有 見智不從,如果你勸他不聽的時候 又勁不為,你要繼續很尊重他 亦都是聽回他的意思去做 雖然很辛苦都不可以遠 這個就是瑜伽的思想 瑜伽從來沒有大義滅親 孔子時期從來沒有大義滅親 這個等於我跟大家講過 儒家的法律觀念就是這樣 其父養羊,子為父為子隱 子為父隱,直在其中意 如果偷羊的父親就為兒子欺騙 兒子為父親欺騙,這樣就是正義 他的法律正義就是這樣 行為孝為先 對,以這些為先 跟西方的觀念是自然不同的 自然不同的 西方是捍衛真理的 而這個儒家思想 什麼都還 我應該這樣講 簡單一點,我解釋給大家聽 中國人呢,那個儒家世上 世界是這樣的 他將世界理為中心 又畫一個個圈 在不同圈裡面的人 是得到不同的撮文的 你明白嗎 親相有別 對,就是這樣 一個個圈 小家庭、大家庭、親族 鄉里 然後一路放大 這個現代社會 就不是這麼相信 現代社會是一個人 你一個自由人 然後大家互相結合 穿埋他 你明白嗎 他是對其他所有人 基本上都一樣的 就是這個basic concept 就不同了